照顾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插手 欣宜的事情比较好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要跟我说 欣宜旗在扫乡结婚的大事 是该里有关系吗 你怎么说话了呢 是 我在生意场上 是说得像快很准 甚至有的时候 有点不择手段 那你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 我是绝对不会用任何手段 对付自己家人的 好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用你的说话 但没那么怪怪的 哪里怪 我只是觉得 女人有女人的心思 结婚必定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总要心仪 自己想清楚了才行 不然的话 你愣是把人找到了 硬是架上了红毯 万一以后他跟邵强过得不幸福 你不是也要负责任吗 说到我爹你就是对生意有意见 你就是不希望他做我们的座位 在你看来 我就是这么小肚鸡肠的人 你不想要负责任吗 不想好 我跟你说 少长的过程我最了解 你还是跟他坚持的感情 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地 总结婚 心仪就是我们的座位 所以你最好是跟你未来的座位 两个人好好相处 我也想跟心仪好好相处 可他就是被你妈跟阿嬷 说坏了 在我看来就是恃宠而骄 好了 妳是说我吗 我冠过了 我最多最多的地坑 就是不准任何人 说我们家里面的派位 你听有没有 好 我怎样